台北居大不易 台北市的房子谁买得起啊 越来越多人要移走了 移到什么新北市去了 那么台北市的副市长张金鹅 就丢出了一颗的震撼蛋 他说两年内要让房价跌三成 这个没可能 有网友就觉得说很好笑 说你跟这个跟他认真就输了啦 而且也有业者担心说 两年要下三成哦 这个会不会酿成灾难 内政部之前公布房价所得比 台北市第一名 是全球买房第一难 平均要15年不吃不喝 才能买到一间房子 比香港还厉害 比纽约还贵 台湾经济竞争力呢 都没有办法往上提升 薪资所得又倒退撸 房价却是搞得全世界第一名 这痛苦指数已经太高了吧 你当房价高涨 已经成为民怨之首 政府打房 结果把房价越打越高 这个民怨一定会烧到 年底七合一选举 甚至两年后的总统大选 执政党是要怎么选 像这台4200cc的房车 一年要缴的牌照税 大概是46000块钱 比起还没有调整税率之前的地保 一年要缴36000块钱 多了1万块 没有听错 车子牌照税居然比豪宅房屋税还贵 让台北市副市长张金二 22号拜会财政部长张盛和 共商打房大计 将拉高非自用住宅税率 从1.2%到2% 提高到3.6% 预估一动30年房子得多缴上万元税金 张金二希望两年内让房价跌三成 对此张盛和却有不同意见 快速掉下来金融业就是灾难 就是到掉两成三成 年轻人也一样买不起 所以重点要解决年轻人的问题 不是房价掉的问题 以后非自用住宅要多缴税 到底如何认定张盛和认为 需要考虑到直系亲属有没有房子 还有家庭成员数以及子女必须成家 也要限定地区等四大条件 举例来说 一对夫妻上有父母健在 没有房子就能赠送一栋房 像有子女已经成家也没有房 夫妻也能过户一间房子给小孩 通通算入自用宅 就不算屯屋 那父母那些都没有房子 对对对我知道 子女也都没房子 所以那个不能叫屯房 台北房价所得比14倍 张盛和认为应该压到到8倍以下才合理 但是解决不了居高不下房价问题 最好方式就是只租不卖 现在打算拿出财政部土地 盖青年住宅 打房和社会福利手段并用 只希望能缓和高房价的总金 记者王成伟 秋子云台北采访不到